受台风南马都影响 像是高丽菜、包新大白菜、茄子、苦瓜等蔬果价钱都开始上涨 主要原因是南横交通中断 让当地菜农无法把菜运输出来 而导致菜价平均上涨约30% 我们这次平均的菜价在供修前跟今天 比平均涨了30% 对对30% 那另外大家最喜欢吃的高丽菜呢 我们最常吃的高丽菜 它的涨幅涨了40%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历道的交通方面 就是没有下来 所以这个价格就是比较少 所以价格上涨了 40%左右 马铃薯嘛 红萝卜 对不对 那个那一类的比较便宜 那个没有上涨啊 马铃薯不上涨啊 红萝卜也没有上涨啊 吃那个可以啦 豆芽菜也可以啊 豆芽菜也没有涨价啊 会不会担心说会比较贵 会啊 但会比较担心贵子 像这种台风天你都会选择买什么样的菜 根筋类 根筋类 所以你今天打算买什么 马铃薯 红萝卜 就瓜类这样 对或者是洋葱 洋葱 会考虑买高丽菜吗 高丽菜 要考虑一下 那太贵了 对 叶菜类可能比较贵 对 好是的 现在呢 记者在这个是果菜市场 其实很多人都很担心哦 台风天来的时候 到底要买哪些菜呢 而且现在高丽菜是非常非常的贵 但是呢 在这里可以教大家一些小配包 就是呢 你可以买这些根筋类回去 回家烹调呢 保证不伤你的荷包 又可以让你的肚子可以吃得饱饱 据侯客长表示 这波菜价上浮情形 可能会维持一个月 想要省点荷包的朋友们 可要聪明胜选了 东太新闻 郑慧如杨国柱台东采访报导